烤鸡的材料有鸡 叶桂叶粉 蜂蜜 蒜粉 百里香 香菜籽 迷迭香 吊酒 黑胡椒 甜椒粉 蚝油 酱油 盐 我们材料有这些 放一些辛香料进来给它搅拌一下 黑胡椒粒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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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蜜蜜 蜜蜜 蜜蜜 放好进来之后 用机器给它磨成粉 磨成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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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机器的话 可以用捣的 给它捣碎就可以了 我们来把鸡清洗一下 把他的绳子打开 我们用多一点盐去清洗一下 先不要放水先放盐 把鸡搓下去给它搓洗一下再来放水 这里的鸡它除了很干净肚子里面都很干净 所以给它洗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洗好了 我们鸡洗好了之后 我们用餐厅酒给它水分吸干一下 我们还是稍微给它吸干一下水分 我们水分吸干之后 我们来调酱汁 蜂蜜 桂月粉 甜椒粉 盐 我们放入剩菜 一点点留下来 一点点 我们放剩菜一点点的它抹在鸡的表面 蒜头粉 酱油 我们也是留一些等它抹在鸡的表面 留一些就好了 下层粉 放进来 倒入鸡的肚子里面 倒入鸡的肚子里面 放进来 放进来 这个孔 最好把它封起来 我把它绑起来 把这样子倒到肚子里面去 把它倒到肚子里面去之后 我们刚剩下的盐 酱油 酒 蚝油 我把它涂抹一下 涂抹在鸡的表面 涂抹在鸡的表面 顺便给它按摩一下 我们不需要多 因为我们的酱汁在里面 它等下会整只鸡都有味道 我们只是让它那个表面 上那个汁 用个东西给它垫高 然后如果有没有 有时间的话 可以放一个晚上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最少要放四个小时 让它表皮到空干下 我们再进去烤箱烤 我们这样子的鸡就腌制好了 我的鸡有空干大概有五个小时了 我们要烤之前 我们刷一层薄薄的油 什么油都可以 菜油 或是橄榄油 或是花生油 桂花油 什么油都可以 我们涂上去一层薄薄的一层油上去 等它它烤的话会 这皮会更漂亮一点 我们放进来烤 200度 40-50分钟 因为我这只鸡才1.2公斤 所以 差不多40-50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大一点的话 可能要一个小时 可以补 时间到 我们烤鸡烤好了 把它夹出来 我们整个烤鸡烤好了 然后把它肚子里面的酱汁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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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肚子里面的酱汁 精华 我自己烤鸡的话 我会腌制一 一罐那个 食材 这样子 配的吃 比较解腻 我的食材里面有 红萝卜 洋葱 高丽菜 它的颜色是紫色 是有紫色的高丽菜 还有蒜头 芹菜 就是我们的食材 切切把它腌制 这样子配来吃 会比较解腻 我们来试看看我们的鸡肉 非常的多汁 看它的汁 这是鸡的汁 熟了很透